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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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能知道吗 我知道 我带我去叫 nó 好 千万注意戒备 听我掌控 队长 你亲自来救我们 死了都甘心 什么死不死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所有的弟兄们 安全的带立这里 行 我去叫他们 我是残夜的人 我们还有十几个弟兄 好 告诉你的弟兄们 我们来见影他们 好 怎么样 所有的训练全都找到了 我们不能只救自己的兄弟 要想办法把所有人都救走 喂 喂 是金大发吗 报告司令长官 我是金大发 你是保安司令 兼兵州城防司令 对形势应该很了解 向证明反映日方蠢蠢欲动 属实吗 报告长官 此事属下未经调查不敢妄言 不用估计 说吧 日方是蠢蠢欲动 但是他们奢于司令长官的威名 目前还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图谋啊 那就好 我听说宾夕铁路呼噜团 是江宇晨拉下来的队伍 司令长官 宾夕铁路局 一直是相省长担任局长 呼噜团也是由相省长 直接亲自指挥 对 属下对 对对对对对 对呼噜团 我从未干涉过任何事物 可是我最近接到密报 条条罪行都是指向向证明的 我已经派特使前往宾州 到时你要配合他们好好调查 不得有所隐瞒 杀 不要 这样 你不要 要上来 我 我 你 进来 你找我 统治所有警察 分成三班 不分周夜 在城内巡逻 从现在开始 要是再发生一起绑架案 我就违你试问 是 找绑匪 不是抓共匪吗 什么共匪不共匪的 为了抓共匪 我差点丢了我头上的胡沙帽 三天 我就只给你三天时间 必须破获此案 抓住真凶 神之以法 明白了吗 你三天哪能抓得着啊 真正的凶手抓不着 你可以给我找一个凶手过来 局长 你看啊 抓着共匪 咱们就可以关上三级 梁广志你给我听着 别共匪不共匪的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去给我干什么 再废话 我把你的皮给你扒了 滚 来 走 金大人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坐 什么事发这么大伙儿啊 还不是 向正明吧 就这么点烦心事啊 我帮你解决 金大人 你有什么高招 要想保住现在警察局长的位置 你就把向正明拉下马呀 这件事说是容易 办起来就难了 你说怎么办 我可听说 有人在秘密地向上级举报 说向正明啊 在修建铁路期间 贪污受贿 并且还私自地成立武装 宋司令听了以后非常震怒 已经派特使展开秘密的调查 你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 可是据我所指 向正明围观清廉 即便是特使下来 也不一定能找到他的罪证 欲驾之罪 何患无辞啊 您的意思是 你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大法宝的吗 怎么 又喝上了 行了 少喝点 我有一件喜事要告诉你 你不是一直想报复曹莫菲吗 现在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什么机会啊 有人把向正明给告了 说他在修铁路的时候贪污受贿 如果向正明的证据确凿 那么作为他的共犯 曹莫菲也一样逃不了干系 到时候把他往牢里面那么一扔 不就随你处置了吗 要太好了呀 那我就等着你把他抓进来 只是此事还得你亲自出马呀 我 我还能做什么呀 你不是原来 是宾州铁路公司的会计吗 我相信在你的手里 一定会有向正明贪污受贿的证据 有了这份证据 他们两个谁都跑不了 好 那我就去给你做一个证据出来 不过到时候 扎到了曹莫菲 你可别忘了 交给我处置啊 放心 任由你处置 是 好好好 好好好 兄弟 告诉兄弟们准备撑里热热 兄弟 告诉兄弟们准备撑里热热 好 别急 告诉兄弟们准备撑里热热 慢点 快点 小心点 准备行动 小心点 兄弟们 快跟我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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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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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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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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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哥 让我已经送出去了 咱们 来势再做兄弟 四夕 四夕 跟我走 四夕 四夕 走了 走了 四夕 快点 四夕 走了 四夕 走 走 快 驾 来 走 走 撤 撤 撤 跟我追 你 他受了重伤 跑不远 给我搜 是 是 特使大驾光临 彭壁盛徽啊 金司令客气了 请坐 好 金司令 向正明 贪腐通共一事 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 这可是 司令 不必有顾虑 但说无妨 那好 特使大人 向省长的案子 涉及到宾夕挺奴局 卑职认为 现在必须立即查封铁路局 抓捕相关人员 以免消息泄露 他们消脏灭迹 逃离病愁 那既然如此 金司令就去办吧 这件事 我会向总司令汇报 在事情查清楚之前 向正明暂时停职查办 由你暂时坚韧省长一致 是 那就多谢特使大人 和总司令的信任了 不客气 不客气 请用查 请用查 王副官 大人 那个 你这样啊 你想办法啊 让小姐这些日子 到她姨妈家住几天 我怕她跟姜爷这胡说八道 坏了咱们的事 你就是我说的 是 给我查封整栋大楼 哪怕一片纸 都不能带出去 抓起来 你们干什么啊 抓起来 别跑 就是啊 你们干什么啊 你们干什么啊 怎么回事这是 你们干什么意思啊 你们要干什么啊 你们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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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金司令有令 查封宾夕铁路局 什么 查封宾夕铁路局 请问 你们有什么资格这么做 我要去见向省长 等等 向省长已被彻职查办 申立的一切事物 都交给金司令 都交给金司令 暂时代理 暂时代理 即便是都有金司令 暂时代理省政府的一切事物 兵夕铁路局 不能说查封就查封吧 这是善级的批示 你不服 可以去找司令长官说去 查封了铁路局 兵夕铁路的建设由谁来管理 护路团怎么办 这个就不用您操心了 还有 我告诉你 江玉成和曹莫菲涉嫌巨额贪污 行贿政府官员 已被批示逮捕 兵夕铁路局的全体员工 都有嫌疑 全部拘捕 各带走 是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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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带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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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带走 干什么 走 快走 快走 金大发查封了兵夕铁路局 还通缉了江玉成和曹莫菲 赶紧通知金大发来见我 服务病了 不许动 不许动 走 走 向城长 金大发 你要造反吗 向正民 你涉嫌贪污腐化 总司令下令 暂时停止你的省长职务 对不起啊 您请 卑鄙无耻 我要面见总司令 这个我说了可不算 县长 县长 快 是太阎凉了 他没子弹了 抓住他 二师爷 我去训练他们 你们赶紧走 注意安全 好 千万小心 走了 伤口事迹有些多呀 我要找个地方 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不行 不是啊 我看你还是走吧 他们已经开始寻山了 你拖着我 谁也走不了 哪那么多废话 这个地方离我附近的军火户不太远 如果日本人找回来 就到军火户里面 利用里面的家伙跟他们拼了 走 恭喜金先生得偿所愿了 不能那么说 这个相声张啊 这些年对我没少关照啊 金先生的志向 不仅仅在宾州吧 指我者 高天先生也 哪里哪里 你不是同仅仅在乃 不过 凭我现在的实力 金先生 您过千了 只要有我们的支持 金先生 何愁你的愿望不能实现呢 那高田先生的条件是 冰袭铁笼 好 不过这件事 要等我把相声长的案子落实了再说 对吧 我就静候加薪 好 弄好了吗 近三年的账本哪 哪那么快呀 不过关键的地方都差不多了 不会看出什么吧 你可千万别留下什么破绽 信不过我呀 那别找我做假账啊 文文 我咋能信不过你呢 这件事情要是弄好了 我到时候好好犒劳犒劳你 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就行 你放心 曹莫菲任由你处置 你手机有够 大概还有多远 快到了 少说话 走 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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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长被各职查办 金大发当上了贷省长 莫菲玉成被暗伤了 行贿的罪名 旭坤那里已经签罚了逮捕令 金大发不是江玉成的准月父吗 怎么会这样 是啊 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不清楚 曹莫菲他们人呢 他们俩正在老公寨 结旧那些被日本人抓取的老公 还没回来 爸 你去方元 通知前书他们赶紧转移 让小福子去找江玉成 告诉他们暂时不要回城 我去找卓明月 他现在怀有身孕 我怕他会出事 咱俩分道行动 走 两位长官 宾夕铁路局的账目 已经清查完毕 根据铁路局自己声称 宾夕铁路总造价是一千万元 这笔钱大都是由政府出面 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得以筹集的 而我们查证发现 整条铁路的造价 不超过七百万元 剩下的三百多万元 去向不明 通过对任正的询问 我们得知这笔钱已经汇网了 向正明在国外的账户 向正明在国外的账户 你说什么 任正 特使大人 实不相瞒 这个任正 就是属下的二姨太冯美云 她曾经是宾州铁路公司的会计 她就是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 才从宾州铁路公司辞职的 而这笔钱正是经过了她的手 两位大人 看在她戴罪立功的份上 请放她一马 七百万造的铁路 这质量能过关吗 可不是吗 根据粉美云的交代 为了压低造价 江宇晨和曹莫菲二人 在原材料的采购上面 弄虚作假 以次冲考 但是正是因为向正明接受了他们的好处 所以处处替他们打掩护 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立即审问向正明 问问他 这钱到底去哪儿了 不过 不过什么 赶紧说 特使大人 虽然 我看铁路局的员工都得以拘捕 但是 江宇晨和曹莫菲二人 仍然在逃 他们手上 有一个团的兵力 我非常担心他们 会利用这些护鲁路队 武装解救 向正明 他敢 特使大人 是 当今之际我觉得 只有出售铁路 解散护鲁路队 才能解除宾州的危机 您觉得呢 这样吧 我马上回去 向总司令长官汇报 请他来定夺 多谢特使大人 您辛苦了啊 好好好 来 宋特使大人 金审长 曹莫菲和江宇晨二人还在城外 我特别担心他们两个 要是听到消息以后 真的潜逃了怎么办 这没什么担心的吧 他们人不在 他们的家人还在吗 到底是神障 就是高明 有了他们的家人 我就不相信 他们不上钩 警察警官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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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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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他 伯母 怎么了 桃子 你怎么来了 曹莫菲和江宇晨出事了 警察局正在通缉他们 我怕许坑和金大发对你们不利 你赶紧叫上朱小姐跟我走 莫非她人怎么样啊 她们不在城里 暂时没有危险 那 叫上朱小姐跟我走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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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没事 把人让我动上来 是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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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开门 把门打开 快点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怎么办呀 陶子 怎么办呀 明月还怀着孕呢 她走不快的 开门 开门 你们先躲起来 我去引开他们 你们去我家等我 你要小心啊 小心点 来 开门 快点 躲好 别说声 开门 快点 开门 快点 开门 快点 快点 开门 快开门 大家也不开门 我们就砸门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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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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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快开门 看到门儿 在那边 快 抓活 给我站住 站住 中文字幕 杨茜茜 快走 快走 是黑木蛋他们 黑木蛋 团长 黑木丽 黑木丽 团长 团长 你这个 小伤 不碍事 你们怎么都回来了 敌人把禁城的必经之路给堵上了 我们人数已经损失过半 又拼拼不过去了 回来想想办法 现在不用看了 你看看 怎么这么多枪 不记得了 这还是你们他爷经手过的东西呢 将都军地批军火 找到了 这有你们的 带着剩下的人 跟我走 干嘛去 搬枪去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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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携带武器 你为兵系铁路护路团 曹莫飞 高天军 我们现在怎么办 铁路转让合同还未签署 不能让他们进兵州 必须在半路上全部解杀 我马上带人过去支援 挑的吧 队 喂 金城长吗 是我要高天 金城长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人发现了曹莫飞和江雨晨的下落 就在老虎岭 好 我祝金城长马到成功 再见 高天军 让金大发的部队 去和曹莫飞的护路团活拼 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聪明 去给小野发电报 是 报告 宾州电报 宾州守备师已经派人前来围剿护路队 预计明人能到 高天阁下围免太过谨慎了 一群残兵败将 我们队府绰绰有余 桃子到现在还没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 真的没有想到 这次竟然是潘桃来救的我们 桃子是个好姑娘 桃子 朱小姐 潘桃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费了点时间才甩掉他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莫飞怎么会被通缉呢 这件事说起来话长 总之还是日本人搞的鬼 是日本人 对了 朱小姐 丁叔和铁楼语绝的很多人 都被警察局给抓了 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你有打听消息的门路吗 我认识的人 大多都是我父亲的关系 不可靠啊 我想到了一个人 冯美云 美云 她三年前不是失踪了吗 我一直以为 她遭了许坤的毒手 不 她嫁给了许坤 成为了许坤的二姨太 许坤 倒是对她宠爱有加 还给她买了别院呢 这件事情求她也许管用 但是 就是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帮助咱们呀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一定会帮我们的 请进 冯小姐 有位小姐找你 美云 美云 你好 真的是你 你怎么来了 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 你下去吧 潘棠 你有什么事吗 美云 我想求你帮我个忙 你说你求我呀 潘棠 你以后有今天呀 你说你说 是这样的 曹莫菲的事情 你应该听说了 她是被冤枉的 我想求你 劝劝许坤 不要相信那些虚假的证据 还曹莫菲一个清白 哦 这个事啊 潘棠 当初我求你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呀 我求你不要见曹莫菲 把曹莫菲让给我 你答应了 而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被许坤软禁在这里 你们双宿双七 差点连婚礼都办了吧 你们这么欺骗我 有什么脸来求我呀你 我 你不许坦 你怎么做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诉你 我不但不会帮他 而且我要给许坤作证 坐实他的罪名 你就让他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可把这帮孙子给干掉了 为咱们同胞报仇了 师傅俩兄弟们 是 是 好 是 好 好了 好了 总计商务员 回城 好 好 等等 不能回去 特使大人 这个向正民的案子 现在基本查清楚了 不过关于这个出售铁路和解散呼噜队的事 总司令到底什么意见呢 这事我回去以后啊 立即向总司令汇报 总司令同意立即解散呼噜队 对 但是出售铁路的事儿还值得商榷 明白明白 这两天呢 我也带人啊亲自查了一下账 你还别说啊 铁路局的问题确实是很大 你看 所以我决定啊 我要亲自见见这个向正民 和铁路公司的人 好 我立即安排 这个江宇晨和曹莫菲 是此案的关键人物 一定要尽快将此二人缉拿归案 是 你放心吧 来人 大人 立即送特使大人到警察局 是 那 金商长 再见了 你辛苦了啊 好 不送 不送 借警察局 谁啊 谁啊 我 秦大人 徐坤你听清楚了 特使已经去了警察局了 你务必不能让他和湘正明 有直接对话的机会 更不能让他见到铁路公司的其他人 明白吗 秦大人 你的意思是 要灭狗 不能灭狗 这个时候向正民要是出了事 总司令会起疑心的 往身里边一查 我们谁也逃不了干系 对对对 那我明白了 这件事情吧 这件事情吧 交给我来办吧 这才几天的功夫 宾州城就已经天翻地覆了 那铁路具备查封 那铁路怎么办 是啊 我目前最担心的 就是 靖大发会把铁路交给日本人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我们必须立刻回去 想办法阻止他们 现在高田 已经把你们的情况 给靖大发说了 围剿你们的人 估计已经在来的路上 你们现在赶回去 那就是送死 怕他们吗 来了跟他们干 对 干了 不是怕不怕 目前我们要保存实力 不能一轮几时 您说得对 第一 我们的兵力和火力 跟他们差距太大了 第二 如果我们现在跟他们干 就意味着相省长 铁了定叛变了 而且我估计 他们不仅是对我们动手 还会对铁路沿线的 呼噜队的弟兄们也动手 这样 大明窝 侯老板 你们两个人 带着呼噜队的兄弟们 到铁路沿线 通知我们所有的弟兄 化整为灵 进山里面待命 好 我和莫菲我们两个人 想办法 混到城里面去 阻止靖大发 出让铁路 那我们呢 我们能帮什么忙 你们暂时 不要搅到这件事情里来 我劝你们 还是先回赌场 说什么呢 兄弟们有难 我难道不管啊 不是 你误会了 你